农历新年年货买太多 吃不完 怎么办呢 有福利组织就号召国人捐出未打开过的年货 送给在本地工作的外国客工 让他们也能感受过节的温暖 组织透露 五天内便收到了约1500罐的年货 预计接下来可达到3000罐 记者红宝林报道 客工福利组织 It's raining raincoats 星期一在Facebook呼吁有剩余年货的国人 同客工分享食物 组织的义工会在全岛15个地点收集这些食品 之后派发给客工 我们一向来都是帮那些客工收集一些东西给客工 今年我们说过年很多人都是买很多东西 像爸爸也买 妈妈也买 孩子也拿回来 这样还是朋友给 不要浪费食物 二来也是可以给那些客工 产生我们的过年产品 我觉得我们很愿意 我们给了Amba准备 谢谢 国人捐出的年货以黄鲤塔和鸡蛋卷最多 新加坡食物银行每年农历新年期间 平均都会收到1000罐年货 每一个货品都会查一下 如果有打开过还是漏风的还是品质不好的 我们都会丢弃 虽然有些人会说也是食物浪费 但是一打开了我们不可以确保食物的安全 所以那是肯定不可以分发出去的 这个组织也表示 曾经有一年因厂商烘焙的年货不够完美 他们当时收到了约2000罐的年货 是最多的一次 而随着农历新年即将结束 受访组织都预计 接下来会有更多国人将年货卷出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鲍林报道